我是對的 各位先生女士 我是對的 我終於不用再被打臉了 大家好我是超粒方又來到爆肝的時間了 感謝點進這一部影片的 你記得要先看前幾集影片才能看懂這一集 我就不跟你廢話了 馬上進入洛基完結篇解析 在上一集最後 我們看到洛基與Sylvie擊敗吞噬時空的巨獸 Elias 終於來到時間的盡頭 打開通往真正時間守護者的大門 而這一次進入完結篇的漫威片頭 並不是一般的漫威主題區 而是各種交叉的台詞 仔細一聽 首先我們聽到獵鷹對蟻人說的話 黃蜂女Hope Van Dyne在暴揍蟻人之後說的 當然還有黑豹T'Challa的 瓦甘達萬歲 浩克的叫聲 黑寡婦在復仇者聯盟一開始在電話中說的話 星爵邀請Ronan跳舞 索爾在諸神黃昏興奮地認出浩克 美國隊長經典的 初代蟻人驚奇隊長 洛基自己在無限之戰對薩諾斯說的 而這一整段都伴隨著美國隊長 人生中最重要的歌曲 也就是終局之戰結尾 他與Peggy跳慢舞的那首歌 在一連串互相交叉的台詞之後 又聽到現實中的古典音樂 像是天鵝壺 以及名人台詞 甚至包括環保少女出名的 How dare you How dare you 最後在汪達幻世之中看到幻世對汪達說的 What is grief? If not love persevering 我們才終於知道這些聲音都是從同一個地方傳來 傳說中的神聖時間線 現在我們終於要看到洛基如何撰寫他的故事 經過連續六週的興奮 腦洞大開打臉熬夜期待打臉 各位昨天我們終於完成了這一段旅程 沒有你們我是撐不到終點線的 我知道台灣觀眾已經超過半年都上不了這輛車 但我也知道有一群人從第一集開始就沒有遇到這個問題 沒有錯 Surfshark Gang Getting 容我再次跟大家分享 Surfshark VPN就是一個虛擬私人網路 能將你的網際網路連線加密保護隱私 更重要的是透過VPN 你就可以任意改變你網路IP的位置 解鎖許多原本受區域限制的娛樂平台內容 我自己已經用了Surfshark VPN 將近兩個月 它陪著我每週的爆甘人生 沒有一次不是在3秒內就瞬間連接 追最新的一集 而只需要一個帳號 我家的桌機、Mac、手機都能同步使用 不想額外下載程式的話 甚至直接用Chrome擴充功能也行 這些我都幫你測試過了 錯過上次的折扣奇效 不用怕 好康又回來了 一樣 只要到這支影片留言處點進連結 輸入我專屬折扣碼TestCube 就可以獲得17折的折扣 和3個月的完全免費試用 快來試試Surfshark VPN 讓你再也不用錯過任何一集神作 回到洛基 眼見洛基和Sylvie走向聳麗的城堡 終於面對一直在追求的目標 兩人還在猶豫要怎麼進去 但是大門就這樣自己打開了 天堂安靜的令人不安 完全空無一人 像是時間盡頭的一集 此時時間小姐突然跳了出來 這樣累突發驚嚇的手法 顯然是在暗示這個影集鋪陳的電影 奇異博士2的調性 因為奇異博士2據說也會有許多恐怖元素 沒事我只是在下拜 之前就有觀察到時間小姐並沒有那麼單純 畢竟她幫TVA做假宣傳 當然也存取最重要的TVA創始 以及時間盡頭的原始資料 這裡我們終於看到她的真面目了 真時間守護者的Lolo 不過就位真正的時間守護者到底是誰 時間小姐用He Who Remains稱呼她 也就是僅存的那個人 這在漫畫中非常重要 因為He Who Remains 基本上就是TVA在時間盡頭僅存的局長 而來到她的時間輪迴結尾 He Who Remains為了不要讓下一個時間輪迴 犯下同樣的過錯 而創造了三個時間守護者來看守時間線 殊不知她創造出來的其實是時間扭轉者 反而逆向而行 回到過去一次又一次的毀滅世界 於是索爾就來到時間盡頭 試圖說服還未製造時間扭轉者的 He Who Remains改變心意 因而產生了兩條時間分支 一條時間扭轉者仍然存活著 另一條則是由真正的時間守護者取而代之 不過那是漫畫中的設定 在影集之中的He Who Remains真正的秘密 重要太多了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那麼He Who Remains到底有什麼企圖 時間小姐表示她願意做出一些創意修改 讓洛基跟Sylvie都能回到原本的時間線 並且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 洛基一聽直接反問 不過我們都知道她想要的是什麼 對吧 愛接納眾人的注意 這前幾集都談過了就不再贅述 而時間小姐透露 He Who Remains有權力可以讓洛基成為國王 可以讓他受到愛戴 最重要的是可以讓他贏 洛基故事中的反派 為了其他人的英雄旅程而存在 現在終於能脫離這個命運了嗎 但是他知道這一切都只是個幻想 讓洛基舒舒服服地沉到自己的夢想之中 經歷這一切看到好幾個版本的自己 看破了不斷告訴自己謊言的洛基 現在早已了解到了 He Who Remains用來誘惑他的夢想 只不過是他想要的事物 而不是他需要的事物 贏得一切只能暫時撫平他痛苦的表面 而不是根深蒂固的源頭 洛基已經不是影集一開頭的洛基 直接拒絕時間小姐 We write our own destiny now 此外這邊創意修改這一詞 有沒有覺得很熟悉啊 在真實世界中 漫威過去的導演時常跟高層 因為創意分歧而離開 一旦導演自己想說的故事 不符合總監Kevin Feige的史詩級計畫 或是無法討好大眾 最終都會請辭 而現在時間小姐跟洛基的對話 就好似總監跟導演的談判 我知道你可能有個好故事想說 但是如果你想要在這個宇宙中 有任何發生的權益 就最好按照我的規則走 即使你可以做出一些創意發揮 但是終究不能打亂神聖的時間線 不過透過這一集最後宇宙大開的劇情 漫威似乎正在暗示他們準備好 要讓各個滿腹驚奇的創作者 說自己真正想說的故事了 兩人繼續前行 看到一個大廳之中有三個時間守護者的雕像 以及另外一個碎裂在地上的雕像 為什麼He Who Remains 要在這個沒人來的地方 製造只不過是他玩偶的雕像 也許就跟漫畫一樣 他曾經試圖創造真正的時間守護者 但是某些發展讓他不得已將他們終結掉 此時前方的電梯突然打開 出現了一個... 全新的角色 某些人在這裡可能還一頭霧水 但是我在看的時候 真的是馬上彈起來尖叫 漫威在一年之前就已經宣布 這位演員 Jonathan Majors 會出現在 蟻人與黃蜂女2 而且還是演出漫威宇宙中的重要反派 征服者康 現在他就活生生出現在我們眼前 而且還不是一個老二笑話 BONER He who remains的真實身份 就是康啊各位 我的臉終於不用繼續受苦了 如果你還沒有看前幾集解析 容我再說一次 征服者康就是一個時間旅行大魔王 試圖統治所有宇宙的所有時間線 絕對稱得上是超越薩諾斯級的大反派 不過關於他的更多背景故事 我等一下再來想談 By the way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演員是在克蘇魯影集 逃出絕命村 他昨天也剛因為那個影集被愛媒獎提名 最佳男主角推薦大家去看一下 在電梯中兩人不可置信的看著扛 Sylvie看他是肉體之虛 一言不合就開啃 殊不知他若無其事的瞬移躲掉 仔細一看他其實有先按了手中的裝置 顯然是TVA時間平板的間接板 洛基跟Sylvie就好像被鄧布利多叫到校長室一樣 沒頭沒腦的跟著走進房間 你一定很想知道接下來發生什麼事 不過讓我們先回到TVA Mobius跟法官對指 並且拿出了前面就出現過的原子筆說 我們現在都知道了你的秘密 畫面切到2018年的俄亥俄 漫威到底多喜歡俄亥俄 獵人B15在被追捕的時候 才發現原來法官原身份是一個校長 在漫威宇宙中 2018年就是無限之戰的年份 我們也知道TVA的員工 都是犯了時間罪的變體 也許Renslayer在神聖時間線之中 本來應該被薩諾斯彈掉 卻存活下來之類的 回到時間盡頭 洛基跟Sylvie充滿自信的對康說 他們已經逃脫命運才找到他 不過康毫不在意的說 這一切仍然在他的計畫之中 他更是拿出幾張紙 上面印著他們過去幾分鐘的對話 顯現這一切都是早已寫好的 洛基被逮捕 逃脫TVA Lamentis星球都是他鋪的路 你還可以在片尾片段 洛基和Sylvie檔案的部分看到一隻手 那明顯就是康的手 不過洛基真心愛上Sylvie 可能就不在他的計畫之內了 因為當初牽起手的時候 直接造成一個接近垂直的分支 不過可能連他們產生分支這個行為 也是他計畫的一部分就是了 這當然也是超級開腦洞的突破第四面牆 最好的故事就是塑造在讓觀眾 誤以為角色都擁有自由意志的張力之上 一旦這些角色的選擇變得毫無意義 或者走向公式化的老梗時 任何觀眾很快就會失去耐心 不過即使一個故事再怎麼引人入勝 他們終究還是作者手下的傀儡 而康在實質意義上等同就是站在編劇的位置 即使洛基跟Sylvie自認不再受到過去的創傷束縛 前來面對自己命運的創造者 仍然都是寫好故事的一部分 康更是進一步說 你不能夠到最後才能夠改變 這件事 必須要發生 相信常看這頻道的觀眾 都聽我介紹過《英雄之旅》 也就是由作家Joseph Campbell 集結從古到今的故事 建構出來的故事架構 講述所有故事的核心 都是一個英雄如何從原本的舒適權 經過哪些歷程與考驗 最後成為全新的人 Sylvie終於忍不住問 你到底是誰 不過她很挑逗的只說出別人給她的稱號 還極其嘲諷的說 A Conqueror 對啦就是死都不說出她是征服者康 她繼續介紹 Eon 之前 之前 TVA 我自己在31世紀的核心 居然生存在地上 她是一個科學 她發現有宇宙 有宇宙 有宇宙 在上面 第一號地球 這是一個中古時期的黑暗時代 並沒有發生的現實 所以這個地球的科技文明 非常進步 早在西元900年 就已經登上月球了 康本名Nathanael Richards 是驚奇先生Reed Richards的後裔 在年輕時就被未來的自己 邪惡的征服者康造訪 而一直警惕自己不要走上這樣的路途 不過因為發現了時間機器 忍不住回到過去 成為埃及法老Ramatud 在之後統治了好幾個時代 最後還是落足40世紀 集結那個時代的士兵以及武器 成為征服者康 連復仇者聯盟都不是她的對手 不過征服者康反而是最常被各個宇宙的自己組織 之後還組成了康之議會 來消除那些他們認為非必要的變體康 不過這角色更像另外一個版本的康 Immortus 永生者 她在漫畫之中到了Limbo虛無領域 也就是存在於時間空間之外的地方 建造一個堡壘開始學習、觀察時間 她在這裡的飄逸斗篷造型也跟Immortus非常類似 各位我只想對之前那些一直想打我臉的人說 謝謝你們 因為有你們 我的臉皮才能厚到能堅持到緊尖 你看看汪達幻視 撒下那麼多快銀還有Mephisto的線索 到後來卻只是在玩弄所有人的期待 而這個影集一樣從頭到尾都是撒下各種線索 像是法官Rensselaer就是康在漫畫中的情人 正中央的雕像也長得有點像康 而且第五集也有看到Stark大樓寫著King 也就是其中一個版本康手下的企業 當然還有那個金字塔跟人面石神像暗示Ramathut 而康繼續解釋 這些多重宇宙的各個康都在同時間發現平行時空的存在 互相見面 起初他們非常和平地交流一些科技與知識 不過其中幾個康並非帶著善意前來 面對無盡的宇宙 他們只看到更多能夠征服的新大陸 於是多重宇宙之戰就這樣開打 一切差點陷入毀滅 而在這個康費盡千辛萬苦馴服了上一集出現的時空吞噬者Elias 才得以終結多重宇宙帶來的混亂 從此以後就為康創建TVA 把自己的這個時間線孤立起來 防止任何的分支以及更多版本的自己出現 避免多重宇宙戰爭的可能性 這個就有趣了 他有提到互相堆疊的宇宙 所以說在漫威宇宙之中不僅存在平行宇宙 各個平行宇宙之中也都各自存在時間分支 如果聽不太懂讓我用白話文解釋 平行宇宙基本上是不會互相干預的 時間分支則是從其中一個宇宙的主要時間線發展之中 因為各種選擇以及變化而產生分裂 康接著給了洛基和Sylvie兩個選項 要不是殺了他 讓其他千千萬萬的康再度開啟時間線戰爭 造成無數人傷亡 不然就是兩人攜手接替他的位置 幫助他一起維護這條時間線 就跟小說《迷霧之子》一樣 你殺了一個獨裁者 只會有更龐大的邪惡佔據他的位置 康在對話過程從頭到尾都啃著一顆蘋果 令人想起創世紀之中那個拿著蘋果給予禁忌知識的惡魔化神 他甚至還自稱惡魔 You came to kill the devil 而洛基跟Sylvie這一男一女就是亞當跟夏娃 這應該就是這幾年最接近Mephisto的一刻了 講完之後外頭傳來陣陣雷聲 康這時承認他們現在正跨過了他已經寫好的故事 在這之後所有發展就超過他的所知範圍了 Sylvie絲毫不考慮直接一刀砍上去 但竟然被洛基阻止 他似乎被康給說服了 認為至少該多思考一下 但Sylvie顯然是已經下定了決心 Sylvie的一生只有不斷的受到追捕 從一開始就看清了她的人生不屬於自己 所以才想要摧毀、解放這一切 而洛基一生都被邊緣化 都被視為一個騙子 到了TVA之後更是看到自己是所有人故事之中的反派 所到之處就會造成痛苦 現在他雖然仍然是個反派 但至少照著康的話去做 他能夠阻止更多痛苦產生 這兩人看似一體 然而從一開始就有根本性的差異 導致他們無法完全互相理解 更諷刺的是 Sylvie在上一集問洛基會不會在最後一刻背叛她 現在以完全客觀的角度來說 洛基確實是背叛了她 在最後一刻反悔原本刺殺時間守護者的計劃 不過在情感上來說 是Sylvie背叛了洛基 因為你無法相信 然後我無法相信 洛基全然地愛上了Sylvie 此生第一次想把最真實的自己裸露地呈現在別人面前 現在Sylvie卻指控洛基只是個笑想王座的騙子 我上一集有說這兩人可能有一個會死 完全沒想到這影集想講的故事會比單純殺了一個角色還讓人心痛 兩人就這樣打了起來 這一集的動作設計就比前兩集好太多了 這才是正常水準嗎 打到一半洛基真情告白 I just want you to be okay 接著就 你知道Sylvesass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嗎 這就是H-Man有時候會出現的標籤 基本上就是自幹的意思 我想像過漫威拍出很多種故事 但是從來沒有想像過Self-Sass 這整段時間鏡頭都刻意帶到在背後看好戲的康 有點好笑 大概所有人的表情都跟康一樣吧 Jonathan Majors真的是很厲害 明明就在焦距之外 還是可以看出他有點尷尬 卻又充滿粉紅泡泡的眨眼表情 不過你知道的 清清晚常常會有個劇情轉折 Sylvie趁洛基還意猶未見的時候 打開傳送門把洛基推回TVA 現在無人阻止 Sylvie就這樣一刀捅進了康的身體 她的表情更像是終於得到解脫一半 真心笑了出來 對Sylvie說 而窗外時間線猶如神經錄網 綻放出成千上萬的分支 噓 你有聽到那個聲音了嗎 那是奇異博士睡覺睡到一半 脫下眼罩憤怒的大喊 LOKIN 的聲音 我知道有些人想問 康不是在時間鏡頭嗎 為什麼殺了他會產生過去的時間分支 基本上康的城堡並不是物理上存在於時間鏡頭 畢竟時間線是圍繞在城堡旁邊的那個光環 你就想像康原本在時間線之外 緊緊地握住時間線 採檢過去現在未來產生的一切分支 現在他的手被鬆開了 時間線就這樣自然生長 畫面切回TPA 洛基先是落了幾滴眼淚 好不容易騎身 看來是決心要拯救這個即將面臨各種災難的宇宙 來人給他一座曖昧獎 只見他慌張地找到B-15以及Mobius 連珠泡地跟他們說明康的真相 但是Mobius竟然一頭霧水地問 Who are you? 洛基一愣轉頭一看 才發現旁邊的雕像已經不再是時間守護者 而是征服者康 看來洛基被傳送到的分支 就是充滿野心想要統治一切征服者康的時間線 追出劇就此結束 完結在這個地方一定很生氣 別擔心他跟汪達換世 獵鷹與酷寒戰士不一樣 在片尾跑完之後 沒有錯確認會有第二劑 你們一定想問那法官又跑去哪裡了 我刻意留到現在才題比較容易理解 回頭看我們原版的Mobius 他想要裁剪法官卻直接被打趴 法官就這樣開啟了傳送門離開 丟下一句我要去尋找自由意志 因為我們還有看到時間小姐給了他一些資料 這很有可能代表康早就遇見了自己的死 所以就吩咐時間小姐把關鍵資料交給法官 要他試圖去處理後續發展 更因為他們兩人在漫畫之中的愛人關係 之後可能會有更多人與人的連結 所以說洛基對於漫威宇宙的未來到底有什麼影響 完全不用懷疑征服者康就是下一個階段的薩諾斯了 我們應該會在各個電影之中看到各種不同版本康的身影 目前已經確認蟻人與黃蜂女2會是由他作為反派 而我們之前已經在量子領域之中看到一個神秘的城市 那個城市極有可能就是征服者康在漫畫中的城市 其中有來自各個時代的建築物 不過有鑑於征服者康如此強大又這麼早鋪陳 蟻人一行人應該是無法真正擊敗他 或者只能擊敗其中一個版本的康 而從目前各個玩具劇透來看 蜘蛛人離家日確認會是個多重宇宙串聯的電影了 前幾個版本的蜘蛛人應該就是因為Sylvie在這裡大開時間線而相遇 奇異博士2瘋狂多重宇宙就更不用說了 因為奇異博士是次元守護者 洛基的整個劇情發展想必讓他手忙腳亂 更何況Wanda正在尋找自己存在於另一條時間線的小孩 在過程中很有可能跟奇異博士起衝突 或許甚至Disney Plus的下一個影集 講述與我們熟知故事發展不同的如果 也是因為這個時間線爆炸而發生 也會牽扯到更多跟真人作品有關的故事 前幾天才做了預告分析等等可以去看一下 不過到目前為止漫威還沒有正式宣布 類似復仇者聯盟的集結電影 我認為那應該是第五階段的事 之後或許會宣布秘密戰爭 也就是兩個宇宙互相衝撞 一切被毀滅 好幾個不同宇宙的角色 全部擠到拼湊起來的 戰爭世界之中的壯觀故事 或許征服者康就會是所有版本的英雄集結起來 在秘密戰爭之中要對抗的反派 不過這些故事就等到日後再來慢慢分享 洛基第一季結束 我怎麼覺得人生瞬間感到一些空虛 再次重新感謝各位這幾周的陪伴 大家一起追劇才爽 如果你還有什麼問題 記得一定要留言提問 之後也會再做一部影片解答 想要看到往後更多漫威解析 記得訂閱按下小鈴鐺 也去看一下畫面上更多影片 就是最大的支持 作者已死電影萬歲 我是超立方 我們下部影片見